大家好 我是阿苦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上一集我們聊聊角色扮演 也就是RPG的起源之後 原本打算在這一集 開始講勇者鬥龍誕生過程 與誕生前的時代背景 後來我覺得這兩個部分一起講 有點太多了 所以考量到觀眾的收看時間壓力 以及我自己的製作壓力下 其實是後者啦 所以本集還是先講勇者鬥龍誕生前的時代背景 先把勇者鬥龍推出前的 日本RPG市場的狀況 先梳理一遍之後 再來講勇者鬥龍的部分會比較好 總之本集也是暫時先不講勇者鬥龍 以前觀眾多見諒 下一集一定會講了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開始吧 在網路還沒發達的時候 好像有聽過某個說法是 勇者鬥龍是第一款日本製的RPG遊戲 答案當然是不對的啦 因為在勇者鬥龍誕生之前 就有很多日本遊戲公司製作RPG遊戲了 只是不是在大家熟悉的紅白機上面 而是在電腦上面 目前我所查到的資料 日本製的RPG遊戲第一款 是在1982年 有光榮公司在PC8801上面推行的 地底探險 也有另一個說法是 同樣也是光榮開發的龍與公主 奇怪吧 第一款RPG居然是光榮製作的 本來想看一下地底探險到底怎麼玩 然後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不過說我才輸血淺 我完全看不懂怎麼玩 相比之下 創世紀跟巫術還比較好懂 龍與公主的話 感覺上是在地圖上面有敵人與人類角色 玩家可以控制人類角色 可以做移動 攻擊等動作 攻擊的話 到敵人旁邊才能進行攻擊 感覺起來是蠻接近戰棋遊戲的 總之這兩款就是我目前所得知最早的日本RPG遊戲 以上資料 來自日本出版書籍 《書型的RPG傳說No.1 黎明其篇》 順便提外一下 光榮公司不製作的第一款RPG 甚至在HGAME領域也是主事業級的公司 不過這不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有機會再講光榮製作HGAME的故事 當然除了光榮公司之外 其他的PC遊戲廠商也開始製作一些RPG遊戲 但是整體上並沒有造就什麼熱潮 直到了1984年由BPS發行的RPG遊戲 《黑馬腦》發售之後 在日本PCRPG愛好者中受到非常高的評價 也早就上一項成功 然後同年還有不少其他PC遊戲開發商推出了數款大賣的RPG遊戲 有哪些遊戲呢? 不完簡會介紹 總之在1984年則進入了第一次日本RPG熱潮 雖然說是熱潮 但也只是PC玩家領域之間的熱潮 或許你會問 1984年紅白機已經在日本發售了 因為紅白機是在1983年就在日本那邊發售了 而且一推出就造就非常好的銷售成績 為什麼不在這個時間點在紅白機上面推出RPG遊戲呢? 到底什麼原因呢?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至於為什麼廠商不在這個時間點在紅白機上面推出RPG遊戲呢? 最主要原因是RPG遊戲門檻太高了 雖然80年代初期在電腦上面有許多RPG遊戲 但是在手機遊戲操作呢就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方式的電腦呢不像現在有很強的性能 可以做出很好懂的教學跟操作界面 許多電腦遊戲的操作呢很多都是由 鍵盤打指令的方式進行 其實沒有那麼好上手 而且文字量非常大 所以很吃容量 玩家也必須看懂大量的文字 以及紅白機的控制器呢也就有兩個按鍵 如此少的按鍵要如何表現出多樣的指令操作呢? 所以在遊戲介面設計也非常考驗開發者的設計能力 加上當時製作的RPG難度非常的高 以水晶軟體的夢幻心臟為例子 這款遊戲主角死掉的話整個遊戲直接Game Over全部重來 也因為這種難以上手操作外加嚴苛難度 也到就RPG這類型呢通常是年齡層比較高的玩家才有辦法順暢遊玩 相比之下射擊與動作遊戲這種直覺操作遊戲 是最容易得到遊玩樂趣的類型 而且小孩子不但好上手也可以玩得開心 就是超級麻利歐兄弟 宇宙巡洋艦 超清客 戰爭超人等等 所以當時專門開發紅白機的遊戲廠商對於需要思考遊戲的類型 在紅白機上面推出是採取消極態度 第一方面有RPG開發經驗的PC開發廠商如果要在紅白機平台開發遊戲 根據以前以PC跟RPG遊戲開發起家的法康公司會長加成真心的仿彈中提到 首先要跟任天堂談合約 即使談好開發合約後 像是卡匣生產就需要三個月 而且自己還要抓卡匣生產量 抓好生產量後還得自己預先卡匣生產費用等規定 對PC廠商來說其實非常不划算 成本太高了 所以沒有想要投入紅白機開發的意願 當然之後就是委託紅白機遊戲開發商代工製作發行 不能就後話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想一下 假如說好 我就是要玩RPG遊戲的話 那需要什麼條件呢 我們引用者都要用誕生前的1980年代初期的時代並且來說明吧 首先第一個條件就是要有錢 如果你玩RPG遊戲 如果想要玩歐美系的RPG代表名作 也就是我們上一支影片提到的巫術跟創世紀 那就要買歐美系電腦嘛 像是Apple II 以及C64 C64也就是康茂達64的簡稱 Apple II在1970年發售時的定價是1298美金 實在是便宜版本的 C64比較便宜 大約是一台595美金 就算到了80年代價格或許有變便宜 但是對一般大眾來說是很難吃下來的價格 那有人會問 日本有沒有屬於自己的生產電腦 當然有啦 只不過更五花八門也要撩亂了 像是有MSX NEC的PC8801 故事通的FM7 或者是Sharp的X1等等 看起來還好喔 不不不不不不 這是簡單的說法喔 像MSX跟PC8801這兩台電腦本身就有一大堆不同的版本喔 所以說玩家要買真不知道買什麼勒 選擇太多了你也不知道怎麼選 MSX比較便宜喔 買松下公司生產版本最便宜的機型約29800日幣 NEC PC8801約168000日幣 故事通的FM7是126000日幣 大約啦 Sharp的X1約16萬日幣 比較下來呢 MSX乍看之下雖然貴 但好像是可以接受的程度喔 但是MSX的畫面表現其實不如紅白機喔 大概到MSX2的程度呢 才紅白機畫面水準 順便一提喔 紅白機價格是14800日幣喔 看看這個價格差 就想像一個小孩子跑去跟媽媽說 媽媽我想玩圖龍鍵買電腦給我 然後媽媽說 我看你最近考試很好喔 好啊多少錢 我想買PC8801 168000日幣 媽媽聽到這個呢 大概會98.878 甩你兩巴掌 然後把你臭賣一頓 像任天堂前社長 炎田聰先生 當時購買的電腦 康茂達PET2001 也就是C64的錢貸機種 是靠上大學的獎學金 加存款還外加貸款才買到的 你就可以想像這筆錢有多貴了 而且就算爸媽有錢買給你好了 你會不會使用電腦 跟會不會安裝電腦遊戲 也是個問題喔 在那個時候電腦教育還不是很普及 所以對家庭來說 電腦也不是什麼必需品 也沒有那麼強烈的需求去學習 通常學習的呢 都是對電腦程式有一定程度 狂樂者才會去摸 例如剛剛提到的任天堂前社長 炎田聰先生 以及法爾康出身的遊戲創作者 也是桃龍鍵系列支付 木屋善夫等等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當時RPG 也只有成年人才不交本錢去玩喔 對小孩子來說呢 如果要玩遊戲 選擇經濟實惠的紅白機 是比較正常的選擇 不太會跑去跟父母要架 如此昂貴操縱門檻又高的電腦啦 總之當時的時代呢 就比較像是喜歡城市設計的 大人買電腦玩RPG 一般人跟小孩子 買紅白機玩動作設計遊戲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喔 以上呢 就是永者兜奧龍在單身前 日本RPG的時代背景及生態 接下來呢 我來簡單介紹幾款在1984年第1次日本RPG勒潮時 在PG上面有名的作品吧 第1款 黑馬腦 DPS發行 黑馬腦是由荷蘭裔美國人 Hunker Rogers所製作的 說來很妙喔 雖然被歸為日本RPG 但是設計的是歐美人喔 Rogers是一位RPG遊戲粉絲喔 網路上呢有個說法是 他到日本後發現日本沒有像巫蘇那樣的RPG遊戲 所以他就打算自己做一個 所以就創造了黑馬腦 我們看到黑馬腦的遊戲畫面呢 其實可以感受到有一股 濃濃的巫蘇的影子喔 玩家一開始呢 先創造出角色 進入遊戲後呢 會在城鎮酒館裡遇到人類角色 這些人類角色呢 都可以招募成夥伴 當然你也可以打死他們啦 冒險隊伍呢 最多可以5個人 遊戲中的結構流程跟巫蘇一樣 只有城鎮跟迷宮 所以物資補充 招募夥伴等等 都在城鎮中進行 迷宮呢 就專注冒險 黑馬腦這遊戲 為什麼在當時取得很好的評價 我認為歸功在遊戲介面喔 看到遊戲畫面會有兩大部分 左半邊那是冒險隊伍 以敵人的狀態列顯示 右半邊那是迷宮場景 下方為指令跟描述文字 比起巫蘇在顯示上 除了迷宮之外 幾乎都是大量的文字相比 黑馬腦把整個介面 大量做圖像化表現 對玩家也比較好瞭解要怎麼玩喔 稍早提過了光榮的地理探險 這種看得不撒撒的遊戲設計相比 黑馬腦確實是 其實當時最好懂最好上手的8PG了 第2款 土龍劍 由法爾康公司發行 法爾康公司我想現在的玩家應該不陌生喔 就是以 藝術跟軌跡兩家系列文明的遊戲開發商 但其實法爾康公司是一間歷史非常悠久的遊戲廠商喔 在紅白季誕生之前呢 法爾康就是以PC遊戲開發商的身份 活躍在遊戲產業上 法爾康的故事呢 有機會跟各位分享喔 我們先回到主題 土龍劍呢 是法爾康最早的起家遊戲 之後還有系列化 在藝術跟軌跡誕生之前呢 土龍劍系列只是法爾康的主力產品 土龍劍呢是一款動作角色扮演遊戲 但帶有濃濃的解謎要素喔 玩家呢扮演一個勇士在地下迷宮中的悍險 遊戲呢也沒有城鎮的概念 也沒有購買武器道具的機制 所有的遊戲呢都在迷宮裡 迷宮非常廣大 視角呢是常用創世紀的俯瞰視角 所以玩家的視線範圍非常廣 迷宮裡有各式各樣的物件喔 像是寶箱 戒指 箭 金幣等等 遊戲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是 只要持有戒指就可以推動牆壁的技能喔 所以玩家的移動路徑可以變更廣大 甚至可以利用推動牆壁的功能來抵擋敵人的策略喔 寶箱部分呢只是要在地圖上面取得鑰匙才能打開 遊戲本身有成長要素 但是利用地圖上面的道具來改變地形結構的功能 可以設計各種不同玩法策略喔 這是圖文堅最大的魅力喔 這款遊戲推出後呢受到很大的歡迎喔 最後還成為系列作持續到90年代 第三款夢幻仙境 T&E Soft 發行 這款呢也是一款動作RB軍冒險遊戲 可以既有打倒地圖上面的敵人得到經驗值 經驗值提升到一定的程度後可以升級 升級後呢角色能力也會更變強 遊戲也沒有所謂的購買武器道具的機制喔 夢幻仙境的攻擊敵人機制比較特別一點喔 要攻擊敵人呢必須要按著攻擊鍵 然後去衝撞敵人給敵人傷害 相對的你在攻擊狀態的時候呢 是會被敵人攻擊損傷的 然後站著原地不動呢可以滿滿回血 整體畫面乍看之下好像跟圖文堅有點像喔 其實還是有不小差別的 夢幻仙境的場景呢其實不限於迷宮 也包含戶外區域 所以遊戲中的冒險呢會從戶外援野 然後到地下迷宮是這樣交互出現的 不像圖文堅就有地下迷宮喔 夢幻仙境的解謎要素呢比較像薩達傳說 取得道具開啟機關等方式 跟圖文堅可以利用道具改變地形結構是不同的 所以夢幻仙境的設計比較像90年代17年來動作RPG玩法 所以比較好上手喔 第四款夢幻的心臟水晶的文體發行 這款跟圖文堅與夢幻仙境是完全不同表現形式喔 最大的特色呢是遊戲在畫面表現上非常用心喔 除了標題畫面之外 遊戲中在場景、人物、怪物等等都會用漂亮的CG畫面顯示 以同期遊戲來說畫面是非常非常精緻的 遊戲介面呢是左半邊有文字敘述 最右邊的是畫面展示 有場景、人物等等 畫面展示左邊的一小塊是地圖畫面 遊戲呢也是採用創世紀的機制 有大地圖 地圖上面有城鎮、樹林、迷宮等等 但是因為右半邊來展示CG 所以地圖的顯示就比創世紀來的小太多了 頁面下面呢是指令區 畫面在大地圖移動的時候的方向 以及進入城鎮要去哪個場所 或是遇到敵人要做什麼樣的動作 都在指令區那邊進行喔 最後指令區的上方與地圖之間則是角色的狀態表 雖然說夢幻仙章在當時在畫面表現上是非常優秀的遊戲 但是相對也付出了代價喔 因為當時電腦的性能問題喔 要把整個彩色圖顯像出來是非常花時間的 所以遊戲中只要有切換場景圖 每切換一次場景都要花數秒的時間 最慘烈的就是在地圖上移動遇到敵人的時候呢 就不需要等敵人的CG圖顯示完成後才進入戰鬥 遇到敵人的時候的方式是地雷隨機制 所以玩起來的節奏慢的不得了啊 非常考驗玩家的耐心 這比PS光碟讀取還要慢喔 所以這款遊戲有不錯的評價 但是在遊玩節奏上面得到很慘烈的批評喔 不過也因為遊戲公司具有野心的表現 最為玩家對這款遊戲還是保持正面的評價 以上幾款呢就是當年造就樂潮的PCRPG的簡單介紹 終於把RPG起源與勇者兜容誕生的日本RPG市場時代背景號梳理過一遍了 接下來就是勇者兜容的舞台啦 上面所提到的紅白機遊戲開發商對於RPG本來很消極 但是又為什麼原因讓愛妮克斯 以及現在的時刻愛妮克斯的前身 願意在紅白機上面開發RPG呢 關鍵點是什麼 其實勇者兜容到底是怎麼誕生的 對遊戲市場造就有什麼影響 這個就是我們下一節主要內容啦 請各位觀眾繼續關注囉 等級影片呢就到這邊啦 喜歡北京影片呢請按讚 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苦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